大家好,我是小V,欢迎回到小V生活频道 我们看几个例子,un libro,一本书 其实呢,它是从uno加libro演化而来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断音现象里面,uno变成了un buon amico,buon amico 是buono加amico,buono变成了buono,就是好朋友的意思啊,好的朋友 bello film,bello film,是bello加film bello film呢,是好看的电影的意思啊 beivodi,beivodi 这个是负数啊,它是belli加vodi一个断音现象 beivodi是好成绩,好的分数,好的成绩 buono ragazzo buono ragazzo buono加ragazzo 也就是这里的断音现象是把buono去掉了 l,o变成了quelle 那位男孩 tal giorno tal giorno tal giorno tale加giorno 变为为tal giorno 那样的一天,那一天 poter fare poter fare 是poter加fare 后面的这个poter的最后一个结尾的e去掉了 poter fare 是可以做,可以做什么,后面可以加这个名词啊 voldire voldire 是vole加dire voldire 是这个意思是 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libro 对吧 我们可以说 这个单词啊 la parola libro voldire 书本 就是这个libro单词的意思是书本 voldire 好了,我们看完了这些例子呢 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叫断音 在语言学上啊 in linguistica 断音呢 significa 它的含义是 caduta di uno opiufonemi infine di parola 啊,我们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断音它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单词的结尾部分 去掉了一个或多个因素 就词尾断音素 就叫断音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刚才看的一些例子啊 uno变成了 un去掉了o buono变成了bon去掉了o 好的,我们看完了这些例子之后的话 来过渡到断音现象的规则 呃,我们主要呢 呃,我们主要呢会去看六条主要比较通用的规则 先来看前两条 第一条 第一条 但uno,alcuno,nessuno和buono放在原音及一般符音开头的良性单数名词前 需要断音 需要断音为un,alcuno,nessuno,buon 也就是说 它最后一个因素 o得要断掉,去掉 大家再注意一下啊 放在原音及一般符音开头的良性单数名词前 需要断音 uno大家都知道是i的意思 alcuno是一些啊 nessuno是没有,buono是好的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un vestito 一条衣服 一条裙子 nessun problema nessun problema 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buon amico,好朋友 那刚才老师强调啊 特别用标红 一般符音 一般符音 一般符音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就是说做一个排除法 一般符音呢 它是不包含s加另外一个符音字母开头的单词 也不包含 i zeta,x,gn,ni,ps开头的这一些名词 当然也不总是适用这样子一个排除法啊 毕竟意大利语的语法里面有很多例外的情况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i zeta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 比如说zai no,zai no,zai no,是背包书包的意思 那这个就不属于我们这里讲到的以原音或一般符音开头 它是特殊zeta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所以u no不能断音为u no,而是要保持它的原型 u no,u no zai no 好的,第二个 第二个规则是 当阳性形容词bello,guello 遇到一般符音开头的阳性名词前 须断音为bello,guello 也就是最后的这个lo得要断掉去掉 阳性负数同理 也就是说它的单数啊 跟负数的阳性名词前一般符音开头的 这两个形容词都需要断音为bello,guello 我们举两个例子啊 bel libro,bel libro 一本好书啊,好书 guel tavolo guel tavolo 那张桌子 那我们变为负数的话就变成了 be i libri be i libri be i paesi be i paesi 好的国家,好看的国家啊 那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vazo,单性,阳性名词 它是花瓶的意思啊 是以v开头的 一般符音开头的阳性当数名词前 那guelo那个的话 要去掉lo变成了guel 对吧 guel vaso 那个花瓶 那如果在花瓶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呢 加一个strano strano是奇怪的 奇怪的花瓶 那就要注意了 这里就不能断音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啊 就是说一般符音不包括s加另外一个符音开头的 比如说这个啊 st 对吧 st开头的这个符音啊 前面就不能断音了 还是要保持原型guelo guelo strano vaso 所以还是要看啊 这个形容词后面跟着的这一个单词 它的一些属性还是要特别区分一下 好 我们再来看两个规则 规则三 当形容词 grande 大家都知道grande是大啊 大的 放在原音级一般符音开头的阳性或阴性单数名词前 可以断音为grand 就是把这个d去掉 那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啊 un gran uomo 一位伟大的人 una gran fatica 一个很大的困难 fatica啊 啊结尾 它是一个阴性的单数名词 vomo是一个原音开头的阳性单数 所以呢 就是说在原音及一般符音开头的阳性或阴性单数名词前 都可以断音为grand 第四个规则 当形容词sando 神圣的 遇到一般符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时 可断音为san san francesco 大家经常会在意大利语听到啊 就是说相关的一些宗教节日啊 都会跟这个相关的神圣这样子一个 sando san 后面加上一个名字有关 好我们最后再坚持看两个规则 规则五 当形容词dare 那个 那样的 放在阳性或阴性单数名词前 可断音为dare 把最后一个h去掉 例子 例子 dal coraggio dal coraggio 那样的勇敢 那样的勇气 dal gioia dal gioia 那样的欢乐 那样的快乐 最后一个规则 当情态动词 bottere volere dare fare 可以做 bottere呢 是可以 bottere我们专门讲过是想要 dove 是必须应该的意思啊 这三个呢 是意大利语里面的情态动词 这三个动词后面的话 都是跟动词的原型不定式 不需要做变位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ascottere fare 所以不管这个动词原型不定式啊 是原音还是辅音开头的 这三个情态动词 它都应该做断音 把a最后的那个a给去掉 怎么样大家 经过这一番讲解 大家有没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语法虽然比较复杂 但是呢 如果是从一些实力去出发 慢慢的过渡到它的通用的一些规则 再拿这个规则去验证之前的一些例子的话 会不会比较简单一些呢 希望大家能够多花时间去消化一下 如果呢 是这个啊 如果是学生的话呢 是一定要掌握这些知识点的 那如果我们平常只是生活上的一些需要的话 大家可以不用强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完美 但是了解一下这个语法知识点 对大家还是有好处的 至少大家在听到 或者说看到这样子一个啊 辨位的时候 不会觉得特别的奇怪 也能理解它的意思 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哦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